爱城17日上午坠楼身亡 享年40岁 消息一出震惊整个演艺圈 没想到事发后却有许多酸民 在社群平台上留言攻击老婆王童 让好友露露也看不下去 忍不住在18日凌晨发生 露露表示开到新闻令人感到沉重 本来一直想写点什么又怕打扰了 直到他看到有太多不理智的网友 在各大新闻版面下留言 甚至到家属的版面上 留下恶意中小的评论 看到部分酸民言论扣 露露宇宙心肠表示 失去亲人的痛是无比巨大的 认为此时不需要过多关心 更不需要做无谓的批判 希望有多一点爱并认为批评别人 并不会让自己变得更高级 毕竟你我都不是当事人 文莫也住院士者安息 理性言论引起网友一片狂赞